李雨晴 干嘛你 我 你我什么 你放开我 你疯了你 你疯了我 你有病 臭六毛 你干什么 你们俩都不是正常人 你也替代开关系 太理哥 太理哥 姑姐 出来 你也死了人了 姑妹 是不是流动了 是啊 又怎么 我换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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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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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龙 怎么回事你妹妹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李雨晴 你啥事都不知道 你刚从屋里出来 你在这跟鸭子似的 你瞎我 你瞎我 鸭子 你以为我你呢 这叫什么 怎么回事啊 哥 这家伙 他调戏我 我调戏你 别逗了你 没有没有没有 行了行了行了 什么的 他调戏你 他娘亲亲的敢调戏你吗 我都不信 哥 真的 他真调戏你了 真的 干嘛 是吗 他 你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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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行 我告诉你李大龙 别听你妹妹一面之词 刘冬 怎么回事说说 我根本就不是调戏 开玩笑你懂吗你 有什么开玩笑的吗 对开玩笑 不就亲了你一下吗 他真嫉妒 你不要脸 瞎你这家出息 你亲他呢 我跟他开玩笑呢 李子晴 开玩笑你懂不懂啊 你怎么开玩笑的吗 不就亲了一下吧 你看你嘴还在呢 你看我手 一都变成酒了 倒霉你 什么呀 什么年代 不就亲一下吧 别告诉我说这是你初吻 哇塞 这是你初吻啊 哇塞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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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冬 你弟弟承认了吗 他亲了我妹妹 好 他必须给我妹妹 道歉 当着大伙的面 道歉 不管要道歉 他要包赔我妹妹的物工费 精神损失费 初吻费五万六 你气儿 疯了吧 还产后休假费呢 用没有孩子抚养费啊 我告诉你 你要是这表现啊 我们这个欠还真就不道了 这不应该道歉吗 回家 回家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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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冬 你要是一个站着撒尿的爷们 赶紧跟我妹妹赔礼道歉 这事儿咱们就算扯平了 成吧 钱我也不让你赔了 我也知道你穷得叮当响 有完没完呢 你有事说事儿 你还想干嘛呀 还想打呀 不愿意搭理你啊 少说话你 我还不愿意搭理你呢 爸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什么怎么回事啊 你小姑的初吻被刘冬给抢走了 什么叫初吻呢 就是两个人接吻 接吻是啥人呢 是这么回事儿 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亲嘴 第一次 爸 李哥 妈传人命可杂整 就是你妈传人上 小姑 你没事吧 我能没事吗 能没事吗 你当然没事了 我才有事的 你看你都变成酒了 你都变成豆腐 我都明白了 这事儿啊 刘哥不就是这样的吗 什么刘哥 改了 流氓 你流氓 小程啊 你搞错了 她是我表舅 咱俩一辈儿 你得随我叫 对对对对 表舅表舅没做没 小打理他了 那个 我明白了 这事儿啊无非就是 表舅跟我小姑之间 两个成年人 你就这俩男为婚女为嫁来 对不对 咱们也不好跟着瞎掺和 让他们俩自己解决 咱们回去 回去回去 走吧走 不是 你谁的儿子 你劈个往哪边坐你 站住你 要我说这小程子说得对 你说这 刘栋和这个情丫头 都是成年人 是吧 用那个法律的话说 叫有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们俩谁给谁道歉 谁给谁占面 你让他们自己个儿 商量去 咱们就别跟这瞎掺和了 是吧 赵大哥您这么说话 我就不高兴啊 我就不爱听啊 什么叫民事纠纷呢 这不是典型的感情纠纷吗 啊 如果你闺女赵殿殿 被一个男子给奖稳了 你高兴吗 啊 这冲啊 这么大狂犬育苗了 别高兴啊 你说的什么话呀 我就不爱听您这么说 你去看事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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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稿的 你就是逮谁跟谁来了 他不是给 逮谁跟谁来啊 他不是给 逮谁跟谁来啊 这都什么人呢 这都什么人 我跟你说 你必须给我妹妹道歉 多到我妹妹满意了 这事儿咱们就算扯兵了 今天跟你道歉 不满意了 照顾我 两块儿毛钱 这次用了几次 说话呀 你说什么呀 怎么着啊 跟我道歉 是不是道完歉就完了 我当想让你 赔我进程损失费 可惜你也没钱呢 那说好了 我道完歉咱俩就 停水不犯河水了 行不行啊 看你表现吧 行 我得道歉 对不起 我今天不应该在光天花雨之下 建策起义 为准你的允许 强行过渡你的出门 行了啊 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我这事儿有不意大计较了 我警告你啊 下次你要再干这种 无耻下流 对不起啊 我的大 也是我第一次 子晴啊 我也不是说你当个人 我觉得这个事啊 你也有责任 这媳妇里不说了吗 藏的银湖抱无缝的蛋 你说你要是严防死守 死活就不让他碰你 他能把你的这个 初次拿走吗你说 说什么呢 我说初吻 你就是有责任 爸 你再说我走了 好不说了 你 你早回来你 你早回来一会儿 那局面就会急转直强 好 你回来了 既不搬着你小姑 好好好好 你说再说我也走了 爸不说了 急转 你急点 自找他 我说你真是 你说你的脑袋是被门挤了 还是被驴踢了 李子晴你都敢亲 你胆可真够肥的你 你能不能不用我面膜 活该 杀你老头我帮我们糖吃 我跟李子晴开大笑呢 那打你活该 我看也活该 你还嫌咱们两件不够热闹啊 不是 这房子挺好的爸 我怕了 这个训练带哪来的 我哪知道啊 就插在咱们家那个爆箱里头 我就顺手拿过来看来看 我觉得房子挺好的 肯定啊 是别人都知道 咱们这篇要拆迁 小港号全来了 对对对对 我通过这个实地考察呀 我觉得这个房子真是不错 不今天刚拿到吗 你就去了 这上头不写着呢吗 以下图片均是实景拍摄 这不写着呢吗 那你实景拍摄 我们看了照片 不就实景一样吗 行行行 他你去过了去过了去过了 对啊 你看看啊 夕阳夕下 小桥流水 百花盛开 菜叠纷飞呀 行了 爸 好啊这点 做广告呢 我们自个儿看 做什么广告啊 你看 新加比也好 精装修 一万八千八十八 这听着你竟然极力啊 极力极力 这房子就这么定了啊 行行行 明天看房子再 行明天咱就去看 老老老 你看看这房子多好 这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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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得走错门啊 就您的智商 不至于 老老我跟你说啊 这房子 风水特别好 真的 这你住今天 更长寿 行 对 我都问他们卖楼子了 人家找大师都看过 风水可好了 哎 妈 你看这房子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你问他们大家 要觉得好的 明天看房子 那明天我也去 不行 咋里闭门思过 屁什么呗 不说 这事儿 乖 先睡睡 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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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跟你说这房 特OK 绝对洋气 真的 里边有你的那个水 都跟在里滑船 我跟你说 你跟人约好了吗 约好了 孙姐 姐 姐 您又来了 我带我妈和我妹来看看 我带我妈和我妹来看看 阿姨 您好 我叫孙姐 小孙 对 来 我们来沙盘这看看 阿姨 我给您好好介绍一下 这房子 你很满意 满意满意 这个大片这个人工湖 特别 环境特别好 好个提议啊 咱把盒子就牵了 好 好 不错 不错 小橙子 李叔 李 李叔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 你也来看这儿的房子 你也来看看这儿的房子 你鹦鹉啊 你学我 我还假巧呢 我鹦鹉 原来二位认识啊 那我一块儿给你们介绍介绍吧 有她在 我就不埋了 你也不用介绍 她住这儿我就不可能住 她住这儿你送给我 我都不要 妈 你来都来了看看呗 看什么看呐 有老东西住这儿 我能住这儿吗 瞎耽误功夫 刘月凤 我今儿心情高兴 我出来看房子了 不是来给你斗嘴来了 我跟你说 我妹妹的事儿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别忘了 你们家刘栋 把我妹妹的初吻 都给拿走了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妹妹把刘栋的 手指头都撅舌了 你应该把大腿给撅舌喽 我不爱大律 这是公共场合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我注意我自己的形象 我没注意形象吗 还没德行 你不是先来的吗 你看吧 我们走 别别别别 你别到时候船都去了 你好像这房子说 你干中了你让给我的 你看 我要么现在看完了 你接着看沙盘 我们走吧 行 走吧你们 我凭什么走啊 你赖上我了 让你走你不走 我们走你还不让 你有病吧你 那也不是赖上你啊 二位 二位 都先别吵了 都先别吵了 你们是不是对我们的房子 不太满意啊 有他我就不满意 有你我还不满意呢 大叔那咱这合同还签吗 签什么合同 您刚才不是说要签吗 我说是草签 刚才是刚才 现在是现在 过去识问那都是 有他在 这个房子哪都不好了 我项目中了 我不想要了 这还不行吗 咱们走吧 你都跟人家说好了 说变就变不好吧 跟谁说好了 你都是有钱吗 签合同 疯狗 大叔 大叔 阿姨 您看这老先生已经先走了 那我再给您介绍介绍呗 不用 买来都来了看看吧 哪还有心情啊 回家 扫兴 这 这 哪干哪儿啊 孙姐 不好意思啊 两个更年期碰一块了 真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不得我再跟你联系 好 你下次记得找我啊 好好好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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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媳妇出来了啊 看我干活了 姑 我看您这话说的 这么多年了在这吃在这喝 干点活还不应该啊 这太阳啊还是绿色里面 是不是有啥事说 没有没有 一点都没有 没有 我不信 姑 你说 我姐跟这个李大龙到底有什么丑啊 我要提这事我这话可长了 那您说啊 我有时间 有时间啊 我跟你说啊 咱老刘去吧 人丁就是少 姑姑姑 我问的是 我姐跟李大龙有什么恩怨 扯我爸那干嘛 你姐 那可是不容易 两个 两个 还 你看着我眼睛 我问的是我姐跟李大龙有什么恩怨 是啊 有什么恩怨呢 你不能因为您碰见了刘阿姨就否定人家那套房子 他买我就不买 送给我我也不去住 我说您这儿何必呢 我觉得那房子挺好的 我还准备张罗全院子的人都去看看呢 带他继续做邻居多棒啊 对不对 跟谁做邻居都行 跟他就不行 我说你们到底有什么仇啊 你们天天这么吵 吵了三十年了 烦不烦 什么叫烦不烦呢 我跟他 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就是源源流长 奔流不及 万古垂青 永垂不朽 能够丧气的 以后咱们出门的时候咱们先查查黄历 碰上他了 你说怎么哪都有他呀 你哪有缘呗 大女 老老 看新楼盘 又碰上老风头子了 你说 妈 我跟你说你真的不能这样 不能因为碰到李叔你就不买这房子 你真的应该好好看一下 就是我妹说的对 买房子是大事 你得整体看 是吧 妹 什么价钱啊 地段啊 还有小区的品质啊 你就因为碰到李叔了 你就放弃了 买房子我为了什么呀 我为了我住得舒服 有他在我能舒服吗 你们想想 你这就是置气了啊 妈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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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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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房子有的是 我干嘛非得买那儿的呀 再说我也不喜欢那儿 你怎么知道那儿不好 你也没看 我告诉你 接着看房 听见了没 美丽 原则 我看着你的眼睛 这还差不多 有行 您快进屋歇会儿去吧 又怎么了 看房子 遇到李叔了 不高兴了 哇塞 怎么了 姐 没合适的呀 上哪儿找那么合适的呀 地段得合适了 价位得合适了 咱姥姥还不愿意离开咱们这一片 你说咱们家四个女的一个男的 至少得四十吧 咱妈还给我控制价钱不能超过多少 妈说懒得装修最好是精装修的 你说我上哪儿找去啊 比咱们找老公还难呢 那你要这么看的话 还是原刘湾最合适是吧 可不是怎么着 但是你说咱妈 哎哟就偏得跟对门置气 你说在一起住了这么长时间了 如果有个老邻居继续住在一起 不也挺好的吗 是不是 什么你说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谁也不认识谁 哎 我是不喜欢 姐 嗯 你转过来 看着我眼睛 看着你眼睛 有什么好事啊 你是不是也不愿意跟对门分开啊 当然不愿意分开了 你说咱们两家在一起住了三十年了 这是多深的缘分呢 这么深的缘分 哪能说分开就分开啊 咱妈她糊涂 我可以跟你说 咱们舅还有姥姥还有我 都不愿意跟她们分开 现在还有你 真的 嗯 你们都不愿意分开啊 我还一时就 我一时不想分开呢 哎 我跟你说个事啊 对门他们家那云路湾的广告 是我偷着塞进去的 是吗 嗯 那我也跟你说一个事 就是李成 她其实也不愿意跟咱们家分开 真的啊 嗯 那你怎么知道的 嗯 你怎么知道李成不愿意跟咱家分开 就是 前两天我在胡同狗遇见她了 她跟我说的 她真跟你这么说的 嗯 我就知道她不想跟咱家分开 但是现在最头疼的问题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咱妈 嗯 不过没关系 明天 找上舅 还有李成 咱们四个人好好商量一下 我就不相信了 四个臭皮酱 还抵不过一个珠贵亮 就是 这么多臭皮酱 还战胜不了一个更年期的妇女 我就不信了 我哪哪我也不找了 我就目标锁定了 云路湾 耶 小丑 怎么样 这地儿用来办公还不错吧 不怎么样 小丑子我跟你说 这哪是办公司的地儿啊 这不就是破厂房吗 乱七八糟 那怎么能开公司 像我们这种创意公司 就应该选择这种地方 显得有设计感 你看人家 那不都是公司吗 这在国外待几年是不一样 眼光变得太独特了 这样 我听你的 你来设计 这个装修我盯着 太靠谱了 那行 那我走了啊 下午还约了吉祥 和他表舅 还有他姐 一块商量买房的事 不 吉祥他姐也去啊 那你带我去呗 我还能帮你说主意 行 走 来 来 都到了 来了 叫成呢 这是谁啊 大豆啊 上次你们见过的 见过吗 彪豆腐 你怎么把我忘记了呢 你忘了 路吉塔纳 餐厅 杯子 我 忘了 那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豆英俊 小明豆地主 您管我叫英俊 豆地主都可以 大豆英俊 豆地主 还挺长 行行行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个啊是吉祥的表舅 别动 表舅 那俩谁大呀 当然是您大呀 您看我跟小成是发小 我就幼儿园蹲三年 我是搞旅游的 平时风之日晒显得老 我说那个大不是您岁数大 您背着大 这会说话 行了行了行了别喷了 快坐着吧 来你坐这坐这 行 您抱着 那那个 开始吧 我先把这个事说一下 就是我妈吧 最近一直着急让我姐找房子 天天催 你说我姐再不找不着怎么办啊 是啊我妈这人急性子 如果咱要赶紧不找到合适房子 她找到了咱再给她说就来不及了 我觉得要想解决他们的恩怨啊 得先了解他们为什么会结怨 那这事问我姥姥不就行的吗 我问了 你姥姥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楚的 一问这事就扯到其他地方去了 急死了 姥姥睡觉大了说不清 她是不愿意说 李诚 你没问问你爸 她为什么跟我姐会结怨啊 这事我还真没问过 不过我妈在的时候 我听我妈跟我爸说过 说别因为一点小事就这么较真 你看吧 都不知道了 小程子你喝点水我没动 不用不用你喝吧你别客气 你喝吧 谢谢啊谢谢 看我干嘛 我也不知道 诶 芳儿 摘菜呢 诶 赵哥 咱们 我挑一套房 我们仨都看好了 我们院里仨 性价比特合适 你看这绿花袋 你要搬进来咱们坐街了吗 您决定买这儿了 也太好了 真及时了 没几套了 是吗 我正想找房呢 是吧 前些日子看一 您您 我不看 诶 什么挑了一套房 都看好了 咱们搬出来当街坊 你看这性价比特色 是离地产来见 我不摟 她看了我就不看 她买我就不买 摟什么摟 我根本我就没看 谁知道你看没看 能了吧你别自作多情了 我告诉你我都想好了 你搬完我再搬 我宁愿我多委屈几天 反正你买东城我买西城 你买南城我买北城 咱俩离得愿远愿好 远渊的我躲你远渊的 这样躲瘟疫似的 我就躲着你 刘秀凤啊 那我可真得谢谢您了 我跟你说赵大哥 买房子这事啊 是人生之大事啊 哪能随随便便就买啊 我得好好的看好好的想 好好的买 好呗 看谁能好过谁 您说是不是 行啊 我就豁出去了 我跟你耗着 我等着你 撑 刘秀凤 你说话算话是吧 谁要是说话不算话 他就是这个 他就是 就这个 看见没有 你敢老拿你自个儿说事啊 小金龟 轻轻地追 下的小风漫天飞 小金龟 我就给你们推荐套房子 你们招出这么多事来 这你们俩见面就掐 不掐吧 那我说了 什么叫我俩见面就掐呀 您这说什么的您这是 谁掐了 李的驴 谁叫李的驴啊你 李的龙 你说你刚才还跟赵哥说什么 要好好的想要耗着我 你说你那么算地一个人 你就没想过来啊 我们家多大面积啊 我们家得给我们多少钱啊 咱俩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 你跟我耗着没有意义 你想想啊 不是一个等级的 我买的房子 你怎么根本买不起 你想想你这点小房 你带点拆迁款也就到五环六环 买一个 牛房 姥姥四周大了 糊涂了 吉祥那会儿没出生 我和美丽那会儿还小呢 你说有没有 不老不小的人可以问问 你说要不然问 赵大爷跟齐大妈好不好 你真是老年痴呆 赵大爷后搬到咱们院了 齐大妈比赵大爷来的还晚半年呢 什么的不老不小 秦姑姑算不算啊 真是 没准我秦姑姑真知道 那你问问她嘛 不行不能问 我要问了我秦姑 我秦姑肯定得问我怎么回事 还得跟我爸说呢 不行不行 你这不是男尾小橙子吗 是不是 咱们应该找一个她想不到的人 去套套她话 要得我说得对 我支持你 那你去啊 你问我去 我就去一不容词 你别悬我 不好意思 平老秀 那我去也行 那我不认人的那个情侣 那你废什么话呢 反正我觉得吧 应该找一个跟她很熟 并且呢 不能让她有所设防的人 你 你 你 又是我 你去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别别 这么伟大而今次任务 就交给你了 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你们大多真能豁都是出去我 我跟你们说 钱我就得罪她了 我手现在还疼了 你能上 表舅 什么也甭说了 你就冲吧 我们哑呼你 风消消蜥蜴 你说话说不清楚 别别别 我可没学你啊 我说话清楚 今天我跟你说 在这里面只有你最合适的 你必须上 你不上我们怎么办啊 对对对对 好吧 我要跟你说好了 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 您得救我 必须救我 我小姑没那么可怕 没那么可怕 别 表舅一去西医 不复海 闭嘴 你咋不复还 姐 那我先走了 我下午还有个应聘呢 那个 我坐二十四路车 走啦 姐 祝你好运没 走啦 拜拜 注意安全啊 小绳子 咱俩上个道呗 不是 我下午也约人 我从那边走 我走了啊 我跟你们往那边顺一下 我顺到 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 对对我 我可以送你 我有司机 你有司机 大多优秦斗地主 拜拜了您呢 好好好 停停停 大猫 我没来晚吧 开门 喝啊 你怎么又不洗车 这么味儿 还放一双臭鞋 熏死我呀你 这车好啊 我早就想买他这个车 多大呀 那卖给你吧 可以考虑 那个 你是订餐 你送上饭吗 这是我的主营业务 我是搞旅游的 我们经常接到很大的团 我可以到你那去订餐 好啊 欢迎来订 那就方便留个电话吧 确然有 回头你扎小绳子要也行 他也有我电话 有事儿 有事儿 拜拜 哎 哎 慢点慢点 哎呀 去光吧 太有个性了 宝贝儿 你干嘛你吓死我 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哎呦怎么啦怎么啦 哎呦宝贝儿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逗你玩的嘛 你听出来我的暗号了吧 我当然听出来了 傻子还听不出来 那么明显的暗号 哎呦我就是个难受 怎么了啊 我好不容易在一起回国了 我觉得每天都面临着分手的危险 哪有这样的呀 哎呦别难过别难过啊 胜利啊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曙光就在前头 你翻开 你被别人看见我 别别没熟人吧 别难过了啊 没事没事没事 一会儿你带我去哪儿 对啊怎么能去呢 越远越好 你离开北京最好了 不是不是不是 离开北京太远了 要不这样 咱们听天呢 我指哪儿咱们去哪儿行不行 那我乱指了啊 这儿这儿这儿 这儿 哎呦你指那么近 再换一个换一个 这儿 这最远的就是男神李军了 要不咱去北京站呢 领都不容易暴露目标 怎么样 嗯 他们也不能去坐火车 是啊 老婆进来吧 来 卫生间一股味儿耶 你看 这床单皱皱巴巴的 肯定有人住过 他没换 你哪知道 上面住的是什么人啊 万一他有什么皮肤病的 换了 肯定换了 蚊子的尸体 咱们怎么越祸越惨啊 我不在这儿住了 等等 宝贝宝贝 我不要在这儿 宝贝宝贝 你看这附近就这一家了 对不对 还有 我觉得住酒店啊 不是看房间怎么样 关键看跟谁住 我觉得只要跟你在一块儿住 那哪儿哪儿都是五星期九店 真的 你怎么觉得那么有嘴花蛇呀 相信谁 不过我喜欢 其实我也是开玩笑的 我觉得一进来就 就有种熟悉的感觉 像咱们在美国那个住的阁楼 我特别喜欢 就气场特别合 这就对了 你快吃饭吧 不吃饭过去 你不会还在想那事吧 不就是被亲一下吗 不就是被亲一下吗 我回去耍了六遍眼 你也太夸张了 你别告诉我 你从小到大没被男人亲过啊 那你真是国宝 不是 你要觉得亲你的人 不是你男朋友 知识也正常吗 挺正常的啊 像我们朋友之间啊 经常玩那个什么 真心话大冒险 就亲啊 什么是真心话大冒险啊 还能 你来干吗 招打啊 你打得过我吗 我打得让你妈都认不出你 我妈在天上飞呢 少少拼嘴 干吗 我才来给你道歉呢 那天不是道过歉了吗 再道一次嘛 你看 我还给你买的鲜花呢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 哪有阴谋啊 真是来道歉的 不要 他不要我要 拉倒 杨慈 什么 未必 那我走了 那个 看着我眼睛 我 我 我上次把你那什么了 不是 我真的我这对亲戚 特别特别过意不去 然后我就想跟你道歉 你看那花也买了 你要不要的话要给谁啊 别别别别别 你别扔啊 这花挺贵的呢 你说不说 找我到底干吗 有点小事 我就知道你有事求我 喝咖啡去 换个地方说 你就在这说嘛 这细菌多多呀 老公 你觉不觉得咱俩 有点像苦命鸳鸯 咱俩这么偷偷摸摸的 什么时候是会偷摸 哎呀 我也不知道 谁让咱俩摊上 那么一对父母呢你说 不过啊 所有的事情 还得往好的方面去想 嗯 咱们得相信正能量 对不对 哎 你看我跟大豆 我们最近正在找办公室呢 过段时间啊 我们的公司 就能启动了 你说我怎么这么聪明啊 找一个这么好的老公 那是 哎 我就不行了 我投了好几十分钱 没有回复的 没关系啊 那个我不会嫌弃你的 我也比你超前不了多少 哎呦 哎你那嘴就不能积点得吗 给自己积点得吧 讨厌 正因为你 人品太刺 前两次约会 才会出那么邪魔的事 我告诉你一会儿你少说点话啊 还能出什么事啊 看啊 手机 关机 出事也找不到咱们了 关 快 难不成 这酒店还能着火不成啊 那也说不定 别乌鸦嘴了 哎呀 现在啊 这酒店是不会着火 我快着火了 咱们来这儿不是来聊天的吧 嗯 抓紧的抓 哎呀弄的呀 嗯 搞火了搞火了 赶紧大搞火了 怎么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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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搞火了 哎呀 快跑 啊 快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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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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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了 你不是离开我再先走了吗 对啊 你下来吧 累死了 我不去 我不去 我腿受伤了 我要去医院 先生先生 我帮你去医院 你快疼了 疼啊 忍一下啊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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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放心吧 放心 大哥 是我受伤了 不是你 不是替你疼吗 我看着他 别看 别看 看着就疼 忍着点啊 你别弄他 你弄这块疼 你别在这儿吓唬我了 我被疼死了 我被吓死了 你去 你去交费吧 你去吧 行 那我交费去了 你忍忍啊 护士麻烦你轻点 放心吧 还疼吗 不疼 不疼 你技术好 你一点都不疼 不是我技术好 是你男朋友啊 太体贴了 谢谢啊 你是李护士长的侄子吧 这是第二点命运 对啊 怎么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忙晕了 那我先忙去了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石多 你呢 我叫吉祥 嗯 你是我见过的吧 最漂亮的护士 谢谢啊 不信 我说的是真心话 而且你的技术还这么好 行 我接个电话 哦 喂 哦 好 嗯 我知道了 季晓 我那边有点急事 要不 我让我护士长来帮你包吧 嗯 好 等一下啊 嗯 紫晴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这是第二个人的医院 我小姑的医院 快走快走 我怎么把你带到这儿来了 我真是脑子疯了 谢谢 谢谢 哎呀 哎呀 但是被我小姑抓到了 我们就擦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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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点啊 好多一天啊 你快上去面 没事 谁让你那么早喝汤呢 考验 就怨你 明知道你姑姑在那个医院 为什么把我弄到那儿去啊 哎呀 我们不是走到后门吗 我压根就没看 我哪知道 那是我姑上班的医院呢 那要是万一被看见了 不乾坤进气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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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姑今儿应该不在吧 你不是跟我说了吗 你表就月娥姑 刺探情报去了 对啊 都是咱们太慌了 你可不信吗 你不知道我就刺探出什么了 我跟你说啊 以后咱们俩 不许再住他们宾馆了 咱俩今天都跑这么隐秘的地方了 没遇见人 遇见着火了 这台有多倒霉啊 是是是 都听你的 听你的 这脚怎么样了 还疼不疼啊 没事好大人疼啊 哎呀 我这腿炎麻了 咱们动一下 腿炎你别别动了 不动不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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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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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你让李晨啊 去找路基塔纳 她爸爸 找她干嘛 哎呀 不是找她 是找她爸爸 那不一样吗 你不要先找到露娜 再找她爸吗 我跟你说 秦现在可不是吃醋的时候啊 当务之急 要知道两家的恩怨是什么 化解矛盾 这样你跟李晨就可以 明正言顺地在一起了 你自己定量哪头清哪头重 行行行 我就委屈一下呗 那我走 哎呀 哎哎 亲亲亲 你觉得秦姑姑怎么样 还没意思 没意思 随便问了 没事没事 这不许提我伤心的过去 亲 您找怎么了 买了 亲 什么 让我去约路基塔纳 嗯 不是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有别的办法 你以为我愿意让你去约她吗 你小姑都不知道 现在只能问她罢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 她来要真是工作中结的愿 那还真得问路基塔纳她吧 给你个机会 好好散发你的魅力吧 瞧你那酸劲啊 你说你要是不愿意 我就不去了 我不愿意怎么了 不愿意不正常吗 这说明我爱你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跟你说 对对对对 当然咱们可说好了啊 这一次是你让我去的 以后可不许犯旧账啊 好 我知道 但你也得跟我保证 嗯 你也得跟我保证啊 一次性问清楚了 不许再问第二次 行 我尽量一次解决 不行 一次一次 肯定一次 喂 小陈啊 嗯 那什么时候 好啊 那明天见喽 爸爸 爸爸 小陈终一直都约我了 干嘛你给高兴呢 早点睡呗 没到时候见了人家 那你俩眼肿肿的 好嘞 那我去睡觉了 好好好 好吧 陆继坦呢 这儿 请坐 坐 不好意思哦 路上塞车了 没关系 我也刚到 我塞台湾人哦 不是啊 本地人了啦 那你怎么这个样子呢 我又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对人家的印象 怎么样啦 啊 挺好的 真的啊 那你今天约人家出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嗯 这 你看你说的 没事就不能约你喝咖啡了 对了 那个 我姑姑的事情 爸爸已经在办了 不是 小陈 小陈 你怎么了 啊 你不舒服哦 要不要去医院啦 不用不用 没事 真的不用吗 没事 不用了 丁终娜 你认识你爸团里的刘阿姨吗 刘阿姨 有点印象啦 怎么了 她家也要办户口吗 对 不是 不是 这样啊 刘阿姨吧 跟我们家出对门 但是 她跟我爸年轻的时候 可能有些什么小误会 所以她俩现在一见面就吵 都吵了三十年了 到底是什么误会啊 这我也不知道嘛 所以我觉得你爸 跟我爸还有刘阿姨 以前不是一个团呢嘛 所以我想拜托你去问问你爸 看你爸知不知道 这从中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那你还说没有事情求人家 拜托啦 好了啦 我会帮你问我爸爸的 谢谢啊 你还想吃什么吗 不是 服务员 你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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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的走 我 我深深的你 不用 那个美帝饭馆不开业了 开业 零业 那你们这儿 我们锻炼一下身体 先生 您几位 一位 一位 请坐 请坐 您吃点什么 那那个我不吃饭 我找你们老板 找来网咖呀 所以先生 是不是我们老板 什么地方得罪上去 没有 你们老板和我是朋友 朋友 您等会儿 大王 大王 大王那个有 找你 说你不用 不管你 就不光练 这两个还得吃 吃 知道吧 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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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火 彪 彪的火 干嘛啊 兜弟叔 你不是说 你们这儿能订盒饭吗 那你打个电话订就行了吧 还跑回来了 不是 我得过来看看 你是不是想尝一尝啊 行 一哥 你帮忙炒俩菜 啥瓢酒呢 你就按十五块钱的嘛 十五的是吧 嗯 好 不是 跑跑那意思 没事 来都来了 客气什么 吃点吧 来 坐坐坐坐坐 谢谢 彪彪彪彪彪的火 那这事我就拜托你了 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呀 事成以后我请你吃饭 好了 那我先走了 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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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你 我吉佩哥拿掉一地 我 骗我 我骗你什么 你那讲的明明挺漂亮的 你飞着长得不好看 哎呀 我是说 她没有你好看 是不是 是哦 是的呢 这还差不多 我跟你俩说啊 但愿露娜呢 能从她爸那儿 打听出个子丑隐谋来 嗯 对对对对 哎 你腿怎么样了还疼不疼啊 你注意力都在你这里啦 然后就没有注意到腿 我腿二倍签 你先腻着吧 我回家了 要下雨 这么快 来 朋友 硬菜 全靠这个 是啊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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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什么 好吃啊 好吃好吃 笑什么 你这放了多少盐啊 你们家盐不花钱哪 偷的 哎呀 闲了哥 打死卖盐子了 手哆嗦了 你再等一会吧 我再跟你整个人 哎 好 那个呢 你再尝尝这个 对 你尝尝 嗯 这个行啊 行 哎 我想问你个事啊 你说 那个 你和李诚 从小就是同学啊 我们俩是发小 同班同学啊 那你对他了解吗 我当然了解他呀 他身有一块疤了我都门清 真的啊 当然啊 他喜欢吃什么呀 我跟你讲啊 就有一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俩去吃那个马兰拉面 他就这么一碗面条 他放了半碗辣椒 我就放这么一点给我辣的脑瓜 直冒汗人家没事 你这多能吃辣的 要不人体型好 辣椒可减肥了 真的 我就是怕辣 其实我应该多吃点辣椒 你可不能减肥啊 你现在正好啊 你问爸爸李大龙和刘秀凤 过去有没有什么恩怨啊 嗯 那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事啊 是帮小陈问的 哎 那他自己干嘛不去问他爸爸呀 哎呀爸爸 现在人家问你就告诉我了 嗯 这事啊 这事说起来话可长了 嗯 爸爸你真知道啊 这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 这全团上下没有不知道啊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啊 哥现在看起来 那还真不是什么大事 这李大龙和刘秀凤俩人啊 他一搭一搭 一个老生一个亲离 那些长得的叫绝望 金童玉女啊 大伙都觉得这俩人前途无量 这我呢 出事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那年啊 团里边到湖北武汉去演出 这大龙啊 天生嗓子的敏感 从小不吃辣 这一丁点都不能吃 可这事呢 刘秀凤他不知道啊 开武汉的特色小吃人丫头 这辣丫头一吃 坏 这李大龙嗓子没声啊 一句他都吵了 其实当时剧团出去寻回演出啊 都为了以防万一 那一般都有黑币局 可刘秀凤觉得啊 这是他惹的祸 他怕传说去影响不好 他就给李大龙出了一个搜集 回来有多少一笔醋 我把西凉花 西凉花 西凡花 西凡花 回去提醒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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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年代 那是天大的罪话 李大龙就因为这 背了个处分 刘秀凤心里难过呀 他内疚啊 就到处托人啊 给李大龙说行 他把所有的错 全都揽在自己身上 可那假唱的是李大龙 他不是刘秀凤啊 所以李大龙这个处分 他免不了 团里就决定啊 以后 你不允许你再唱主角了 李大龙也是 他耗面子 不让唱了 不让唱 我还不唱了 一赌气 调去告五美了 那刘阿姨跟李叔叔 道过歉不就可以了吗 是啊 这刘秀凤啊 忙活了半天 也没有救得了李大龙 他正准个去道歉呢 可你李叔叔啊 这心里边不平和 他就跑到团部去 告发刘秀凤走穴 那刘阿姨 到底有没有走穴啊 哎呀 你刘阿姨啊 家里边经济条件不好 生活压力挺大的 她确实去走穴 这个全团都知道 就是都睁一只眼闭着一点 可现在呢 她有人举报了 这就不一样了 那就得严肃对待 结果你刘阿姨啊 也背了个处分 还把她调到工会去了 就因为这 俩人就算结下仇了 就因为这些事 他们吵了一辈子 也太不值了吧 谁说不是 照片 这些旅行 妖狗 她现在 霉凌 她 在一边 她 她 要是 她 第一人 她 都不是 人员 她 她 你干嘛呢你 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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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慢点慢点慢点 你们家男人呢 这不是女人干的活这些 漏鱼漏得厉害我们那江里面 你找我一声不就行了吗 不要你弄女人去吧不要我自己干的 你这老娘真有意思 你穷人能咋的 你能挨三分吗你 我没穷你啊 是你上赶着来的 我怕你摔死了 摔死就没人跟你吵架了 我把这 小心点啊 滑着呢 你把帽子都摔了起来呀 小徐你这么做什么呀 你再把我吃鸡呢 我今天不忘记你还把我吃鸡 我打印了攻击 你再把我吃鸡也不攻击 你别不说好爱话呀 我说你别 你别跟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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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副市长 嗯 玩游戏呢 副市长 算了 现在也没病人 玩就玩会吧 小王 十号床该换药了 你最近好像心情不错嘛 有吗 发生什么好事了 我能有什么好事啊 你这种情况只有两种解释 要么是你中彩票 要么就是你谈恋爱 瞎说 到底是谈恋爱了还是中彩票了 你猜呀 你不告诉我 我也是会知道的 对啊 你是不是会网上购物啊 你帮我买本书 什么书啊 教育时间赛跑的人 是个经典的爱情小说 为什么 我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赶紧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 能把咱们护士上 迷得那么爽快颠倒啊 这瞎说 快去查房 那我回来再省为你 我回来 来 来来来买这个顺蚝 怎么那么香啊 你尝尝这汤子咸淡 喝啊 再叫我凤姐我跟你提啊 没胆没小的你 那谁让你长那么年轻那么漂亮 罪你呢 去你的问题 我说网络红人了 你夸我 你还是骂我呢 你 此冯姐非彼凤姐 行了 别这么不着调了 快点尝尝去 ón 尝尝去 一尝尝去 看 不下雨了吗 你们都不在家 咱们那个厅里边又漏雨了 后来我就想上房顶 我说铺块塑料布 结果差点摔着 你知道谁帮我铺的吗 谁啊 对面的老风头子 李叔啊 让你激着了 我怕他感冒 你不是一看见他 就不烦别人吗 那他要是感冒了 不又该讹上我了吗 那你这种举动 还是对他有点担心 干嘛呀你 担心什么 我担心他呢 快去吧 你多废话 快点 好好好 马上来 趁热色啊 好嘞 他喜欢吃什么呀 辣椒 他就这么一网店 他放了半碗辣椒 我就放这么一点 给我辣的脑霸直冒汗 人家没事 咱不能吃辣的 我打换了 几次 我打换了 возм难出 转了 另个人 我打换了 大头 之后 给你喝了 我扶你 李叔好 没力啊 这你自缘在家呀 不用看 我儿子没在家 我这看屋里收拾的还挺干净的 都是我收拾啊 你有事啊 我妈说你今天冒着雨 帮我加护塑料壶 怕你感冒了 让我给你送点汤喝 给 真的假的 真的 还溜达筋了 你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讲究了 我就是帮你们家干嘛点活 你妈给我熬制鸡汤 这你妈亏了你知道吗 不亏不亏 这都是情意 什么亏不亏的 我妈说 让你跟李生一块儿喝 趁热喝去寒气 这都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妈亲自熬的 真的 骗你干啥呀 你给妈跟李生一块儿喝 这到底是你妈给我熬的 还是你妈给李生熬的 还是你给李生熬的 你妈是让我喝还是让李生喝 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喝 你搞不定 这是我妈给你熬的 我妈让你喝 我怕你一人喝不了 我说让你跟李生一块儿喝 如果凉了你再给她热一热喝 就这意思说的 不管凉和热 就是我跟我儿子一起喝呗 对 我妈怕你一人喝闷 所以说让我告诉你 你要喝不了可以一来一起喝 谢谢 好 不谢 我走了 李叔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 不就是谁给谁道个歉的事吗 要真是这样那就简单了 陆许唐大 谢谢你啊 我今天有点事我得先走吧 你可要记得你还欠我一顿饭哦 改天一定请 爸 这玩啥呢 这点舒服 怎么了你这是 你说话怎么这事啊 心爱重量啊 他就等你回来了 等我回来干嘛呀 报仇 报什么仇啊咱上医院嘛 上什么医院呢 跟他们去吵架 不行 我怎么能跟人家吵架呢 集成吧的医治 潮出吧的风格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那有毒 你看连擦个油都过来了 来拿着物证 拿着物证 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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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 你怎么 你们回潮爸叫你快走 这爸不行 爸 来个潮 潮出我们的风格样式来 爸 好啊 刘阿姨 打点架 这爸 你好 你姓李吗 爸 你别跟人吵了 爸 谁呀 李诚 怎么了 那个刘阿姨 我爸那嗓子 我不是就给你做个汤 至于把你激动得 喧心眼了 说不出话来了 陷害重量 不是 怎么了 那刘阿姨是这么回事啊 就是我爸爸一点辣都吃不了 可能你那汤里放了点胡椒 就把我爸的嗓子给辣着了 我知道他不能吃辣 我这汤里边我别说胡椒了 我连盐都没这么放啊 胡椒 我没放胡椒啊 那肯定是美丽 肯定是我们家大闺女 嫌我做的这个汤可能淡了 就给你放了点胡椒 人孩子哪知道你这嗓子 不是一般人的嗓子呀 道歉 你就别得理不饶人了啊 对对对 误会爸 给我道歉 我凭什么给你道歉啊 我好心好意 我给你煲汤 我凭什么给你道歉呢 我该你的我 这又怎么了 怎么又吵起来 每日一吵 必不可少呗 明知道人家吃不了辣的 这有人就咸的 往这汤里放这胡椒粉 辣散到眼了 能不找麻烦吗 谁放的呀 我放的 你 你干吗放胡椒粉啊 那喝汤不得放点白胡椒粉吗 那你放了多少啊你 我一开始放了一遍了 后来我突然好像想起 谁跟我说 小橙子特别能吃辣的 我一合见那都是爷俩 他儿子那么爱吃 他爸肯定也爱吃吧 我哗哗哗哗又撒一些 谁告诉你的呀 李成他爸一点辣的都不能沾 吃一点都过敏呢 李成爱是辣的 那是在国外养成的习惯 我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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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